社会小银场 当好小客人 小露饼 可以来玩吗 快请进 哦 是乔虎和琪琪来了 乔虎好 乔虎 琪琪 你们真有礼貌啊 我是多多 我是迪迪 我是皮迪 他们是三胞胎 真可爱 什么味道 是点心 小虎 琪琪 快来尝尝我做的点心 妈妈做的点心最好吃了 好老皮 要和大家一起吃 太好吃了 真好吃 出去玩吧 我们玩什么呢 这辆车真酷啊 这是我爸爸做的 好厉害 我们一起来玩 电视节目的时间到了 累赶你回家 那我们一起收拾玩具吧 可是节目已经开始了 来不及了 拜拜 我也来玩 我才不跟你玩呢 哈罗比 走 太好玩了 不和小朋友一起玩吗 哈罗比他们不跟我玩 为什么呢 不知道 昨天我还在讨论你家玩得很好呢 有了 来看看昨天的事情吧 这是什么 记忆在线机 是真的 这就是昨天的我 可是节目已经开始了 来不及了 拜拜 小虎 太不懂事了 玩具散了一地就走了 真是没礼貌 就是嘛 那我们自己收拾一下吧 好吧 真是 小虎没有收拾玩具就回家了 对吧 平时一直都收拾玩具的 只是昨天电视节目开始了嘛 那么如果你是陶乐比 你会怎么想呢 台湾比喜欢的节目开始了 还有期期的 再见 如果是这样 那我也会很不高兴的 对呀 在小朋友家玩 要把玩具收拾好了再离开 怎么了 我现在就去道歉 姐姐 唐乐比 昨天没收拾玩具就走了 对不起 昨天唐乐比态度也不好 对不起 大家一起玩了 那来玩老鹰抓小鸡怎么样啊 老鹰来了 带小朋友家玩 记得收拾好玩具再离开哦 轻松十字 二 太阳公公要回家了 梳起金灿灿的光芒 换上红艳艳的衣服 坐着云儿回家 可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益子 进去 했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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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走路 熊先生走路 诶 这时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因为看不到前面呢 嗯 把头抬起来 脸朝着前方走就行了 你也能做到吗 熊 青蛙先生跳跃 小青蛙 大青蛙 石头 剪刀 布 剪刀 鸭蛋 supp 这是谁在哭呢 是小运斗啊 你怎么了 原来是找不到妈妈了呀 我来帮你 你妈妈长什么样 热运斗 快来这里看看你的孩子吧 小运斗 这里有你的妈妈吗 黑 红 怎么了 是个绿色的热运斗啊 你在哪里 绿色的热运斗 牛肉 牛肉 妈妈 这边 scanning Thank you! 不用谢! Iron Iron A hot iron A hot iron A green hot iron A green hot iron A black hot iron A black hot iron A red hot iron A red hot iron 时间不早啦!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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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 See you See you tomorrow 小朋友 你也试着回答吧 教你玩 神奇磁铁组 有请乔虎和小魔术师给大家表演魔术 小朋友们看好 我们的表演开始咯 这是一个神奇磁铁片 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这是一顶神奇的魔术帽 把它盖在神奇磁铁片上面 瞧 这是神奇的魔术帽 用它轻轻地敲击一下魔术帽 好吧 小朋友们 睁大眼睛仔细看 这是几生机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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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哦 哦 哦 哇 神奇磁铁片片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噓 别着急 大家耐心往下看 还要开动脑筋哦 用魔术帽再敲一下 好了 一 二 三 噓 哇 太乱了 太乱了 小朋友们 你们都看出来了吗 其实魔术帽上面是有磁性的 接着看下去 看看还会有什么变化呢 快看 魔术帽没有碰到神奇磁铁片 可是神奇磁铁片照样可以往前移动 魔术帽还会跟着魔术帽的节奏左右摇晃 还能转圈圈 接下来的表演更精彩 让我们仔细看哦 这里有三张魔法牌 其中有一张呢 有乔虎的头像 我的我的 我只要用魔术帽就能把它找出来 哇 太神奇了 这就是我们的玩具 神奇磁铁组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玩吧 下次预告 小古星发现 神奇的磁铁 小朋友们 今天 我们要认识一个神奇的小家伙 看看他 有什么神奇的故事 神奇的特性 开始咯 小刚 快点 我们踢球去了 哦 来了 喂 双面胶大爷 跟您在一起的是谁呀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瓷 是一块瓷铁 什么 瓷铁 从来没听说过 以前 我们的小主人 都是用双面胶来固定纸板的 嗯 他可从来没用过什么 瓷铁呀 就是就是 你这么小的个 靠不靠得住我 嗯 告诉你 我们都是小刚的宝贝 千万不能让我们摔着 小子听了大家的话 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是个怪物 好伤心 午后 大家无聊的打着瞌睡 这时 哎呀 小子 快醒醒 双面胶是贤心了 我们快要掉下去了 整个纸板已经清洁了 大家都惊慌失措 小子 你一定要吸紧 那我会掉下去了 吃个双面胶 怎么这么没用 要不是小子 我们全部摔下去了 哦 有我呢 大家放心 我一定可以撑到小主人回来的 双面胶的消失 好像并没有给小子 带来很多负担 小子一下子感觉到自己 被大家重视了 小子 你放 可是 相片有些疑惑 小子 你为什么能吸住纸板 不掉下去呢 你这么小的个头 怎么能吸住 这么大一块纸板呢 好 那我就给大家讲讲磁铁的家族和故事吧 大家开心起来 忘记了刚才的不安和恐惧 跟着小子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磁铁世界 磁铁的第一个特性 就是具有吸铁的特性 所以也叫吸铁石 看 这里有这么多的东西 哦 不丁 灰心针 螺丝 弹簧 都被磁锦吸住了 纸片 树料玩具 鸡木 布 玻璃杯 都没有被磁铁吸住 磁铁 磁铁还可以吸引钢质的物体 磁箱的外壳就是钢的 所以我小磁也可以发挥用处 来看看磁铁本身的性质 磁铁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每一块磁铁里面都有两个小家庭 一个叫N 一个叫S 两个家庭的成员有个古怪的脾气 当N遇到S的时候 就会特别开心 互相吸引着做到一起 可是如果把N和N S和S放在一起 他们就开始你闺活然很不开心了 这就是 一级将心 红级将士 我们再来做个游戏 瞧 多神奇啊 这就是磁铁的第二个特性 磁铁的吸引力 可以传递给被吸住的物体 小朋友们看 被磁铁吸住的回形针 还可以吸住下一个回形针 然后再吸引另外一个 回形针 好像变成磁铁了 其实小回形针 只是起掉传递的作用 把磁铁的磁性 传到自己身上了 为什么小人会自己移动呢 其实 这也是磁铁的功劳 这是磁铁的第三个特性 就是磁铁的磁性可以穿通物体 看 隔着纸 隔着玻璃 隔着桌子 磁铁照样有磁性 小磁讲完了 大家听得可入神了 现在 大家是不是了解我一些了呢 小子你真棒了 真神奇啊 太了不起了 也是了 小朋友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哪些地方能找到磁铁呢 让我们一起去找找吧 白板吸铁石 门挡 妈妈的包包扣 还有很多东西 也是有磁性的 靠着磁性在工作 运行 让我们去看看吧 指南针 磁悬浮列车 磁共振 小子的故事讲完了 大家对神奇的磁铁了解了吗 小朋友们 以后要在生活中 多多寻找 多多思考 多多运用磁铁和磁性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请不吝点赞 杜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near 鑫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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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茜